12月5日,霍启刚在社交平台上与大家分享孩子们的近兆 他和郭晶晶带儿女们去看了球赛,一家人和和美美 此次霍启刚一家一起去看了某慈善基金会举办的球赛 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挥洒着汗水 霍启刚和妻儿们则在为他们加油打气 10岁的霍忠希作为长子,特别注重一龙一表 小小年纪已经和爸爸一样,穿上了白衬衫和西装、皮鞋 格外绅士 霍启刚与郭晶晶都很注重对孩子的培养 霍忠希自然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平时饱读诗书,发展多元的兴趣爱好 随父母出席各大活动时也从来没有掉链子 霍忠希和妹妹霍忠颜的感情非常好 书妹俩曾一起学做饭,帮忙分担家务,特别懂事 霍忠颜总是跟在哥哥身后 这次她穿着一身粉色开衫毛衣,模样依然很乖小可爱 最小的妹妹只有三岁,所以她没有一起出来看球赛 从衣服的搭配可以看出霍启刚夫妇目前对女儿没有那么严格 毕竟霍忠颜年龄尚小,父母更希望她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能穿自己喜欢的漂亮衣服,而不是像哥哥一样穿正装 五岁的霍忠颜眉眼间和妈妈仿佛是复制粘贴的一般 她简直就像是迷你版的郭晶晶,自带一股温柔甜美的感觉 值得注意的是,郭晶晶虽然是嫁入豪门的阔太太 但她的穿衣打扮却一直都很低调简单 就连手上戴的戒指都只是一枚朴素的迎戒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霍启刚对郭晶晶很抠门 或者说她买不起昂贵的钻戒 事实恰恰相反,霍家是真正的名门望族 霍启刚的爷爷霍英东在中国香港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已经去世了16年,仍然被世人铭记着 10月28日是霍英东的忌日 霍启刚带大儿子霍忠希一起去看望先辈并发文 饮水思源,枝骨见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心存感恩 贡献社会 霍启刚将爷爷霍英东视为榜样 这么多年来,他为港区各方面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爸爸名为霍振婷,妈妈则是知名港姐冠军朱玲 在这样的豪门里,家族中每一个人并没有优越和傲慢感 反而为人谦逊,毫不张扬,霍家几十年来加风都是如此 培养了一个又一个人才 当年郭晶晶与霍启刚举办婚礼时 霍振婷当众感谢而媳妇下架霍家外界一片哗然 郭晶晶是为国争光的奥运冠军跳水皇后若是论家庭条件 她家自然是比不上霍家 可霍振婷却用下架两个字 向外界表明他们对郭晶晶的重视与喜爱 情商与格局令人叹服 事实证明霍家是正确的 郭晶晶退役后生了三个孩子 儿女双全她专心相夫教子 当起嫌内住让霍家重振威望 同时国际跳水比赛主办方邀请她去当裁判时 郭晶晶也从来没有缺席过家庭事业两不务 事业家庭财富荣誉 这一切郭晶晶凭借自己的努力 以及霍家的支持全都得到了 结婚十年来 她从来没有像其他名愿扩太太那样 穿着奢侈的礼服去参加聚会 12月4日 刘鸾雄老婆甘比 杜王千金和超新 李姿刘嘉玲 郑子丹夫妇 吕良伟夫妇等人齐聚一堂 这可以说是港圈最顶级的豪门家族聚会 然而这种聚会里 从来没有郭晶晶的身影 此前郭晶晶抱着一束蔬菜花 当众送给老公霍起钢 恭喜她事业更上一层楼 比起华而不实的鲜花 郭晶晶更爱手中的胡萝卜青菜 她并不觉得这样做会给豪门丢面子 而是笑着说这些拿回去还可以做饭 其实郭晶晶不需要华丽的服装 惊为天人的美貌 堪比超模的身材 更不需要在红毯中和大家争取斗艳 她本身就自带光芒 这是她内在人格的魅力 郭晶晶嫁给霍起钢后 两人十年如一日的恩爱 如此充实又幸福安稳的生活 大概就是大S曾经梦寐以求的吧 大S与汪小飞的骂战仍然没有停止 南方在4号凌晨发文求饶 称自己真的很想结束这一切 不想让全世界华人看他们的笑话 另一边张嘉尼的富二代老公买潮被爆出轨 他至今没有得到婆家的认可 哪怕生了两个孩子 哪怕他拥有绝美的容貌与身材 依旧无济于世 张嘉尼用轻飘飘的一句话 为这段感情单方面画上句点 看似赢了实则输得彻底 这几场闹剧令人唏嘘 曾经那么渴望嫁入豪门当阔太太的女明星们 一个二个都没有如愿 反观郭晶晶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做到极致 嫁给霍启刚后又淡薄名利 一心只想经营好这个家 他才是真正的阔太太和人生赢家 所以那些几破头要嫁豪门的女明星 不如学学郭晶晶 让自己成为豪门子弟想要高攀的人 请号霍启刚郭晶晶警号 警号女星嫁豪门警号 警号郭晶晶警号作者 知之则编 小中山本文由盖范娱乐园创 欢迎关注带你一起长知识